糖水煮好了,給你試一下味道 試一下味道 是不是一粒粒? 哇,很漂亮 有時有人煮這個小米,很難煮 嗨,大家好 今天煮什麼? 今天煮糖水吃一下 椰汁南瓜西米爐 教你煮好不好? 很棒 我們買了南瓜,洗乾淨 接著我們把它打開 什麼錢?南瓜 很便宜 這隻20元 如果我們要求高一點,可以去買一些日本南瓜 但我覺得甜一點 這個顏色是否不同? 有些是綠色的 一般南瓜是綠色的? 是的 這是普通的 好了 我們呢 開了之後 拿一個匙巾出來 把那些 好 我們切了它,拿一個匙巾出來 把裡面的浪的東西 不要一邊的東西 是的,不要的了 刮完它出來 用時間刮開 對 刮了它出來 那些綠色的東西 都不要清理 它 很簡單 隨時可以自己煮來吃 很方便 快速 又簡單又便宜 是不是? 我們刮完出來 之後會拿去蒸 煮完 之後會怎樣? 我們預備煮滾水 然後拿去蒸 蒸多久? 蒸到久不久 看看吧 有時大隻或小隻 都不同 你看到它 蒸到軟身 就可以了 蒸到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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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水再放下去 對 蒸到軟身 蒸到了 蒸到軟身 蒸到軟身 蓋上蓋子 放在軟身 蓋上蓋子 我大概要20分鐘 再看看 即是可以看看 對 我們先加20分鐘 加20分鐘 加20分鐘 在蒸的時候,記得煮一煮滾水 煮滾水,要處理西米 這個份量是半碗西米 大概是半碗西米,如果喜歡加多一點,我們喜歡稀少少 我們把煮滾水,然後倒下去 水一定要滾,不滾,西米就會融化 這個份量是比較淋滑滑的 對,淋滑滑滑的 煮滾之後,盡量攪拌 可以開著大火,沒有關火,可以煮滾 煮滾十多分鐘後,看它怎樣 可以煮滾,一關小火,沉底就會黏底 可以煮滾,大火可以煮滾 煮滾一分鐘後,我們看看煮滾 煮滾了 先看看,我們用一個匙巾去煮滾 你看,很軟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關火 需要煮滾嗎? 對,我們可以煮一煮,待會處理方便會比較容易 煮滾一點,即是煮滾了 即是煮滾後要煮滾一會 對,我們現在看看隔壁 隔壁,隔壁的西米是怎樣的 咦,全白了 即是變了透明的,變了透明的 我們現在可以關火 關火後,焗一焗 焗一焗 你看,我們現在沒有黏底,一定要大火 即是焗的時候不用蓋嗎? 要蓋蓋嗎? 不要蓋蓋,如果蓋蓋可能寫光了 現在,焗一焗 焗到位置 南瓜已經蒸好了 我們拿出來,用一個匙間 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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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蒸完之後,很容易筆 看到嗎?滑 很簡單 如果你不介意吃皮,我們洗乾淨 整個南瓜,連皮都可以吃 但我不是很喜歡 很容易筆 很容易筆 那,你要滑的,可以做紫薯 可以打爛 但你不要求 但這個可能很滑 對呀 你可以不用也行 看你喜歡,再要滑一點 因為方便自己 好了,我們的南瓜全都不曬出來了 處理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拿去煮 你看,南瓜 不用打爛也會很難 可以的了 根本上不用打爛 如果怕它不爛,就用一個匙間 或是一盤 它是否煮熟 一盤 一盤 我们稍微熟了 煮一盤 焯水 焯水 第二,我們大約 我調料 1.5公升水 一盤 一盤 煮一盤 先把水滾了 先把水滾了 水滾了 把南瓜倒入 融化了 對 基本上不用打也行 煮一下就融化了 南瓜很快 對,南瓜很快 這個大約四個人份量 好 滾起 習慣了之後還要加冰糖嗎 加冰糖會比較好吃 如果不同紫米糖水 紫米糖水一定要加冰糖 這個就是 好,我們關小火 慢慢滾一下 關到中火 現在要慢慢滾 現在要慢慢滾 因為沒有用Blander機打它 你要小顆一點 我們把水滾上來 盡量弄爛它 然後再加冰糖 再加冰糖水 讓它溶化了 就可以滑一點 如果想滑的話 就不可以節省 就一定要用Blander機打一打 這些就吃下去有口感 但還沒做到一塊塊的 就把它弄爛了 我們要滑一點 都是用Blander機打一打 打完的質感會更好 大約打兩三分鐘 可以看到它慢慢滑 好,我們先停一停 我上來看看 還差一點 我們再打一會 我現在打完了 可以上來看看 是不是很滑 好了 我們可以開大火 再加糖 冰糖 我們下的是冰糖 大約這麼多份量 我們留一粒小小的 如果再… 怕太甜 對,怕太甜 怕太甜 再試一下 然後打 對 慢慢攪拌 好了 現在可以自己煮一下 它顏色很漂亮 對 關小一點火 不要再… 不然會滾舌 回去… 中火 對 中火 好了 現在有它自己煮 我們現在去看西米 西米公路上不上下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因為它剛才黏了底 我們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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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攪拌一下 它便會黏一坨 好了 好了 我們接著拿過來 拿去 拿去 倒了水 倒了水去 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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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準備一些冰 放下去 為甚麼要這樣 讓它凝結了 讓它繼續發脹 可以一粒粒嗎 對 吃下去 就有口感 現在 它是一粒粒 散開的 如果我們不這樣 你吃到差不多 它便會發脹 就變成一鍋 糖水 將著 這樣 即是每一粒粒 對 每一粒粒 所以要 中食材 即冰 再用一粒粒 我們先試一下 甜度 找姊姊來試一下 小心熱 試一下 夠不夠甜 夠甜 夠甜 我們不喜歡吃 夠甜 夠甜 我們多煮兩三分 再加了鮑椰漿 慢慢攪拌一下 醉味才可以 拿椰漿 對 不用大火 不用大火 如果喜歡吃椰漿香味 我們可以多加一包 如果不喜歡的 就加一包仔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最重要 如果不 就發揮不到它的味道 有些人喜歡加花奶 吃的時候才可 最好 好 如果我們攪拌均勻 就差不多了 我這西米 浸完 現在可以倒進去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你不攪拌它 它會沉底 有一個粒粒嗎 對 很漂亮 好 今天這個糖水大致上完成了 好 怕吃火 對 吃火 好 糖水煮好了 試一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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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粒粒 對 很漂亮 有些人煮這個小米 可能會煮的 可以嗎 好吃 又滑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加一些花奶 好吃一點 好了 就是這樣 各位 下次再見 好了 如果各位觀眾 下次想吃什麼 可以留言給我 我可以煮給你們 拜拜